巴恩斯转会国王独行侠队与国王达成交易协议,独行侠把巴恩斯交易到国王,换来扎克兰多夫和贾斯丁杰克逊,是上最惨,首发打完三节比赛,他得知被交易了,这一波交易发生在今天,黄蜂与独行侠比赛的第三节末段,而自那之后 巴恩斯被交易掉之后没有在上场,巴恩斯首发出场,得到,只分三板一注,但是比赛打到还剩下一节左右的时间,得 知自己被交易掉,这样的滋味还真是不好受啊,正在打着比 赛被告知交易了,若换成米,会是什么心情,独行侠在交易 也指日前非常活跃,之前他们已经通过交易换来了波尔金吉斯 从那比交易来看,球队虽然还有进入季后赛的可能,但 实际上已经着眼于未来,因为波神大几率不会出战本赛季 他们组建东气其波神是在为未来做准备,在这种情况下 地位有些尴尬的,巴恩斯变成了要清洗对象,16年夏天,独 行侠在追逐大牌无果的情况下从勇士挖走巴恩斯,给了他四 年价值9440万美元的肥约,巴恩斯拒绝勇士四年6400万 报价,当时希望巴恩斯能成长为球队新的核心,但显然他更 适合做副手,而不是球队核心,2016-17赛季,场均19 分5版,2017-18赛季,场均18.9分6.1版 本赛季场均17.8分4.3版,投篮命中率是生涯第二低的40.6%,作为一个侧翼,巴恩斯的持球进攻能力一般 不足以成为一支球队的舰队基石,本赛季年薪2410万美元,下赛季则达到2510万美元,2019年夏天他拥 有球员选项,既然独行侠已经着眼于未来,他们选择了送走 巴恩斯,换回仍处于新秀合同中的杰克逊以及身辈到期合同 的兰多夫,这样,独行侠既拥有了一个可以跟东气旗,波神 一起成长的年轻侧翼,又为2019年夏天进一步清理了新金空 兼,到时独行侠有机会争夺大牌球星,巴恩斯是一二年的妻 好秀,出身名门北卡大学,今年26岁,身高2米03 生涯起步于勇士,他帮勇士在2014-15赛季拿到了总冠 军,也是勇士2015-16赛季打出73胜赛季的功臣 不过巴恩斯在合同年却遭遇生涯滑铁卢,2016年总决赛打棋 是极其低迷,总决赛场均只能得到9.3分4.4板,勇士 惨遭骑士逆转无援冠军,一时间,成为了勇士被翻盘的罪魁祸首 好消息是,巴恩斯今年夏天才满27岁,还没到职业生涯 的巅峰期,虽然不再适合着眼于未来的独行侠,但却很适合 本赛季志在杀入季后赛国王,巴恩斯很适合国王的快打旋风 他也能给国王提供外围投射,防守,再得到巴恩斯后国王实力 提升,季后赛希望大增,国王本赛季进步很大,没有付出神 莫吉战力就得到了伯克斯和巴恩斯两个侧翼,补强了球对罪 薄弱的位置,目前国王还在西部第九,比胡人高一位胡人士 不适离季后赛,渐行渐行